欧洲和英国的足球都发生了一些事 第一就是欧洲足球的超级联赛将会成立 暂时由12间欧洲的顶级球会组成 将很快,8月就可能是开赛了 这12间顶级球会就包括 6间英超、3间西甲、3间二甲 英超有阿仙奴、利物浦、曼城、车路士、曼联和热刺 西甲有皇家马得里、巴塞隆拿和马得马体会 二甲有AC米兰、祖云达斯和国际米兰 12支球队会组成一个超级联赛 在周中举行 希望会代替了现在的欧联 还有有机会 德甲的拜维莫尼克和多曼特 法甲的巴黎星入门 都会参加 组成有机会是15支球队的超级联赛 为什么会这样的构思呢? 首先这些富豪球会觉得 欧洲足协似乎控制太大了 欧联呢 首先我想到的就是 第一是赛事频密程度 第二是钱的问题 是吧? 欧洲足协有可能考虑把欧联赛事 增加到36队 如果增加的话 这些富豪球会 就有机会赛事频密一些 但是问题呢 对的对手可能会弱一些 更加要对一些弱女 是不是? 他们已经球员很辛苦 征战频频 还要对多些弱女 当然赛事多些 可能收入多些 欧洲足协就会分多些钱给你 也不一定 或者收入多些 广告多些 但是似乎 这些超级的富豪球会 他就想 组成欧洲超级联赛 就集中一些 就是跟一些高水晋的球队比赛 就是尽用球员的资源 另一方面 如果一些高水晋的球赛 理论上 那个广告收益 或者观众都应该会多些 是吧? 你没有理由说 我对对弱女 就会多些观众 通常都不会的 你对弱女都没得打的 这样 每一场都赢的 不接近的 那就不好看的 这是事实的 所以牵涉到两件事 就是球赛频密程度 以及分控的问题 如果你自己做一个超级联赛 当然你自己可以在球会 直接拿到一个广告收益 不用让欧洲足球在中间抽涌 如果真的的话 好了 那本土联赛又怎样呢? 那现在本土联赛 欠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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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颠覆性的变化 欧洲组协,国际组协 都是立刻在那里 投诉,说你们的球会不能为自己的利益 而自己组成联赛 连英国首相,约翰逊也批评 他说球会这样做 不错的,他们应该回应一下 看下球迷的反应 看下其他 有关联的利益团体的反应是怎样的 你不能自己独自去搞的 其实这次的事件主要是几个豪门的老板搞的 包括王加玛德里的主席佩雷斯 曼联的主席格拉沙家族 还有祖云达斯的 阿里尼 这三个老板主要是掀起 这个今次的超级联赛 看看发展如何 我个人觉得 如果欧联增加到36队 我是反对的 我都不太想 豪门球会对弱女 但另一方面 增加超级联赛 高水准的赛事会多些 又是球迷又会开心去看 但问题是 角色问题 欧联我都喜欢看的 欧联也好看的 欧联到时 没有人看 要不要取消呢 如果只剩下欧洲超级联赛 没有欧联 我觉得好像不太好 欧霸又怎样呢 我说我是一个 不太喜欢看 以往在中国 看了行务 有很多的优胜 或者这个牌球 说 你为了金牌 你们不是讲 保级的吗 又问回欧联赛 你搞足球 保级的吗 都不是最好 没有什么 所以我想一下这些问题 你说什么?普及 有震而成 普及 运动的普及 多些 市民参与或者去 参与那个运动 或者去看运动 就和这个高水准的 看高水准的球赛 有两回事 我觉得不可以 运而一谈 就是鼓励多些人去运动 或者鼓励多些人去看 这件事 多些球迷去看 多些收入 多些广告 或者 多些人去参与的运动 大家健康一些 最终呢 看多些可以 你始终球员是 精力有限 你不可以 一年是由头到尾 都不断打 比赛下去 对不对 你集中一些 一些高水准的赛事 我就觉得 会是 发展 我觉得是会 对球迷来说 大家会 会 会喜欢一点 多过看一些强弱 圆树的 球赛 明白 好 再讲一个 热烂烂的新闻 就是摩连奴 被热刺炒了鱿鱿 大家都知道 摩连奴曾经是 全世界最出色的教练之一 也是 曾经教过 车路士 曼联 另外两支英超球队 很可惜 全部都是 被炒 收场 车路士 就更加被炒了两次 但是 摩连奴的确是 曾经是一个很出色的教练 怎么出色呢 我稍微讲一讲他的出生 他现在是58 岁左右 出生就是 是 葡萄牙的一个 他职业 好像是球员的时代 很差 1980年到87年 是在葡萄牙的低级联赛 他就打中场 他就踢了94场球 7年踢94场球也很少了 入了13球 都非常之差 但是呢 你不要理 球员差而已 不要紧 他因为 始终读过 葡萄牙的大学 读过体育教育 懂得六种语言 于是乎 87年退役之后 好 刚刚英国的 署名领队 他就去 波涛 做教练 那么 摩尼牙就做了他的翻译 接着 去巴塞隆那 他就带着 摩尼牙去 做翻译 因此 摩尼牙 就有机会 先后在波涛 和巴塞隆那 做翻译 跟随 名诗 和其后的 云高尔 就是荷兰的领队 学习 我相信他在这两位 名诗学了很多东西 然后呢 2000年开始 教宾菲佳 然后呢 2002至2004教波涛 立刻帮波涛 欧联冠冠军 葡萄牙的球队 很重要 然后就出了名 2004教车路士 然后就出了名 帮车路士拿联赛冠军 然后就 去国际美兰2008 又拿欧联冠军 还是三冠王 然后就去2010年 去黄金马德里 拿联赛冠军 2013年回车路士 又拿回联赛冠军 不过2016去曼联 2019去热赤 都是 拿不回联赛冠军 而且是被人炒友 那么 摩尼牙 很明显 近几年 就出了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跟球员不对 输球就赖了球员 或者赖了班主 不给钱去买人 或者买回来的人 不是他想要买的人 以及他的 风格也是 比较串 所以说 粗俗 就是 骂人不用本 你知道 有时候输球的东西 未必一定是球员的关系 有时候可能是战术问题 或者是征战太多 或者受伤 你经常埋怨球员 球员不妥理 球员不妥理 很严重的 我出场 不帮你拼命 我就自然可以弄走你 因为我不拼命 我成绩自然差 自然差的话 最后老板 炒友炒鞭 他不会 撒走全球员 他唯一可以撒走的 就是教练 所以这个就是 摩尼奴的教练生涯 我觉得其中是 比较遗憾的地方 虽然他曾经是很出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